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卢露求婚那个时候 他们才认识了九天就闪婚了 卢露当时的工作是在湖南卫视当主持人 那个时候追求她的人也是很多 当时的刘欢样貌也不是很好 但是卢露也是选择了她 当时他们周围的人都不但成他们在一起 但是卢露却认为男人不能持有颜值 也要有才华刘欢也是这样的人 在结婚以后 卢露也是专心照顾家庭 也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现在的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了 结婚三十年 如一日他们二人的感情还是很好 感情也没有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退去 也是比原来还恩爱现在的他们 已经有一个女儿了 现在的刘欢身体情况 也不是很好了 2009年的时候 刘欢在节目中 也是拄着拐杖出席 她的妻子也是陪在身边刘欢 现在已经55岁了她的病 一直都没有好转 卢露也没有因为她的病就放弃她 反而是更加细心地照顾她陪伴她 她的妻子也是让她感受到了 病房之外的温暖一段恩爱的感情 也是应该这样的 曾与妻子相识 九天闪婚结婚三十年如一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